英国首相特雷莎美抵达中国展开三天的访问 她一落地就宣布将与中国在教育领域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三 新的动议包括继续扩展中英两国的数学老师交换项目 并开展一项推广活动在中国提升英语教育 特雷莎美一表示 她的访华之旅将会巩固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 但强调中国必须遵守公平和自由的贸易规则 在访华前 她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当中承认伦敦和北京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看对眼 并且承诺替英国产业者向中国表达对于钢铁生产过剩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忧虑 在英国国内 特雷莎美正由于偷具体做法的分歧 而受到压力 需要在中国执行当中把握机会 向英国民众传达更多的积极信息 特雷莎美访华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汉 这是世界上学生最多的城市之一 中国公民已经是英国国内最大的海外留学生群体 英国国内有15.5万中国留学生 每年为英国教育产业带来50亿英镑的收入 特雷莎美表示 新协议的签订将会前所未有的令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分享关系 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想法 从而有助于确保我们彼此合作的黄金时代能够世代延续 特雷莎美表示 新协议的签订将会前所未有的令更多孩子和年轻人能够分享关系 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想法 从而有助于确保我们彼此合作的黄金时代能够世代延续 特雷莎美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预料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朝鲜和气候的变化 在商贸方面 预料英国首相将会把重点放在延续已有的商业合作关系上 而不是制定偷偷新的协议 特雷莎美表示 中国将会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扮演重大角色 他承认目标不会在一趟访问中达成 而必须要在双方有共同目标的情况下历经常年努力 他表示随着中国持续开放 合作和参与国际事务 会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 同时有利于英国和世界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雷采访 中国许的金融 中文字幕雷采访 观看 我 如果日本是 林真 ит 佳 た